弟弟的小姐 世界顶级企业迪奥和香蓝 都大量要求你带我 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个 名不尊重的小公司呢 因为一个成梦 我一定会让她的公司 做大做强 不 我女儿放弃了夜市设计的 和设计界的成就 谷家什么事 这三年 叶老婆也一直挂念你 刚刚才投资了他子三的社 你不知道 丁心姐不好了 我 我们的设计图 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如果明天没有办法按时交稿 可是要裴掌违约金 五千萬了 沒事的放心交給我吧 你啊你重新熬夜都快成為贏了 陳總那個能不能再給我們幾天時間啊 不行不行 要不穿在公司 有一個第二的瓦克朗的寫機攝影師 誰願意跟你工作 我們今天必須交到 不然 又回五千萬 陳總我們 有我更為 我還正老子在 來 別動了 更新影響 我還在那一天 我卻不知道 我真的是的 還是一個 哎不要抓 我給你幫你這麼大的忙 難道因為別人才能 你給你 只要你 我給你 倩倩我的設計頭不僵了 剛有人來過嗎 行 留下進去 你你你沒事吧 我沒事 李莉姐 你這麼著急是要去哪 我設計圖被人偷了 我得趕緊去檢查一件事 你這個都不是交了嗎 交了 剛剛王總來過 應該是被王總拿走了吧 那應該就是這樣 也好 總算是解決了公司的危機 對呀 既然事情都解決了 熬了這麼久 再去 給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由於咱們公司出色的設計水平 做得了夜市 上一頭 所以 全球無量 什麼 那是全球最著名的投資公司啊 又是他 又是金凡日考鮮 我怕又想幹 不過無論他做什麼 也想 想 你怎麼會這樣 沒錯 咱們公司未來一片多 所以 我決定 對大家的年終獎 財務部 全部門獎金提升100% 主管人為獎金提升 增至20 人事故 全部門獎金提升20% 主管趙晨 獎金提升 30% 你現在聽得見你 怎麼這麼多進去 那你為公司做出這麼大的動作 我們組 又是整個公司業績最好 那我們獎金 不得上一倍了 至於葉莉莉的設計小組 獎金不變 組長葉莉莉 下降50% 什麼 什麼 王總 您能不能解釋一下 我們小組的業績 一直是公司最好的 您這麼做 到底是為什麼 是 你們是有償 但你身為組長 在公司最艱難的時候沒有做出行業的價值 你說 哎 好了 有什麼意義 到我辦公室來吧 就這樣吧 散會 莉莉姐 我們以為 你才是未來的項目不經 老闆怎麼能這麼對你 莉莉姐 你是不是做什麼事情 惹光有點不開心呢 死了 這幾年沒有你的事情家庭 都沒有現在的我 我去幫你跟王總說行 你說的對 這時候該去跟王總弄清楚 哎你 好 沒有 剛才你 你說你想創業 我辭掉了頂級企業鄉那樣的欧錢 每次雅市長 都是我 大家 在那裡 我 把你們提倡 劉莉姐 不要 你 我也 我 我 小妮 你付電話了啊 是不好意思 你說辦公室戀情影響不好 所以我從來沒有在外面底下 知道你後面 你拿我作品發家這件事情 我也從來沒有在外面提起 走吧 現在公司受到了夜市集團的技術 你就要過河拆橋了 小妮 你怎麼能這麼想呢 我知道你為我做了很多事 也知道你為公司的奉獻 但是我總不能當著那麼多人的面 給你升職加薪吧 這樣你會被人說閒話的 你真是這麼想的 當然了 你不相信別人 還不相信我 你遲早是這家公司的老闆娘 這點委屈 算什麼的 黃衣誠 希望你說到做到 不要這麼說 你怎麼不想說 你為沒也太自已為事了 linha牌人的主角 今日有定家人介绍 家人 初级 他女兒就在我們公司展示 投資你弄一次就是為了 你無必要照顧好 無必要讓他受任何委屈 夜總的金金 公司 沒錯 他設計才花輸入 還有設計的整交易 你能說 他是夜 嗯夜總不親自給你免許的 照顧好他的金金 哎知道了知道 夜總的金金不要這麼大了 公司有兩個信念 一個夜里一個夜 究竟是誰才是夜 你來幹什麼 一辰 我就是想來問問你 說說什麼困難不好幫你啊 我忘了 上次就是我給你送了設計圖 才讓公司跨險為宜的 一年你告訴我 你 是不是夜市集團的前進 夜總的女兒 據說他失蹤幾年了 王經理居然有這種想法 不如好好命運一下 我沒想到被你看出來啊 林妮 坐 林妮 你看 你讓我將力也離離的薪資 我送 他的那一部分 你先打散你這樣 嗯 你還想要什麼 就算你要天上的月亮 我也都能給你摘上 是嗎王總 那如果 我用你那個黃領不消失 你還想要你 王總 這公司啊 遲早是我和你 員工不聽話呢 換一批就是了 難過沉 公司離開他 就真的不行 夜總的女兒 不就怎麼夜總的命 夜夜夜 是大股東要你出去 你不要怪我 今天 最重要的事 就是兩項人事變動 哎呀姐 你看 老闆一定是看到你的付出 要給你升職咯 今天上午的發言 可能讓大家存在一些物質 在過去的一年里 大家的努力我都看在眼 尤其是設計 所有人都在加班加點的熬夜 才能有現在的成果 他 就是咱們公司的 大公主 設計部門 一直是咱們公司的命名 總監的位置 一直是空城 王公正意思是說 設計部一組夜莉莉 要身為設計總監了 肯定是 莉莉姐的能力有了共同 那可是實在是個公司的一部 這個人 從公司創業之處 就一直陪在我身邊 他以柔弱之軀 扛起了整個公司的業 每次拯救公司於死活 更是此次夜市注資的最大 接下來 我將宣布 設計總監就是 我 設計一組夜 夜妮妮 王總你是不是搞錯了 夜妮妮 是我們組另外一個成員 你rok sinners 我要開始 沒錯 晉升的就是夜妮 而第二項人事變作 正是我要對你們現任主管說的 是姐 我們還有更高的質問 葉莉莉 已被辭退 你這樣 這 就是你給我的答覆嗎 沒錯 如今我們集團有夜市作為靠山 而你 對於我來講這不夠是一個何有何物的人 就是 現在公司如日中間 靠的都是我夜市千斤的 難不成你想死了在公司不走 其實夜市閉嘴 別叫我一臣在公司 你只能叫我王總 好 王總我告訴你 你做了夜市投作公司全部都是因為我 我會必須首付的錢 去今年隱形埋名的幫你 就是怕你自卑 他平時會說閒話 你以為 哪有我這些年的設計和資源 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嗎 哈哈哈 夜裡裡 你少在這說大話 京城首付千金明明是我 你哪裏的臉目 我都不是 是不是你自己心情清楚 首付千金 你配 他不配你配嗎 你看看你的黑眼圈 再看看你真是大胎 哪有一點千金的樣子 我告訴你 你就是天上的鳳凰 而你就是地上的野鸡 我王毅臣則是人中之力 自古都是龍配方 哪裏配野鸡的 夜裡 我聖君集團以後不需要 這個 趕緊給我簽了 王毅臣 這些年 我是怎麼對你怎麼對公司的心裡沒數嗎 你就是這樣 要把我付出的嗎 你怎麼對公司的心裡 感謝你這麼多年 對公司的付出 這是我的一點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謝謝醫師們 對於你 夜裡 這也是你的補充金 十萬塊 夜裡裡 趕快拿著吧 十萬塊就是你的上限了 最要是不拿 代表可以一分錢都沒有了 你說的對 山雞起樓配布 走一天 你會為你說出的話會後悔的 你 是葉總 小馬 我女兒 現在怎麼樣啊 葉總 你女兒很好 他正在教訓一個不同事的緣故嗎 那就好 你讓他接這家電話吧 我很想他好 不用你 哎呀大家看看呢 大才女變成了丧家支持 好可愛 但是這樣 你很早吃 我今天才可以做的 你不讓你做的 還要想會 你舒服您 力管 你不讓我看 你不讓我看 你不讓你 你不讓我看 你不讓你 你不讓你 啊 下輩子吧 椰子有個千金說話一年 你葉子許許久 喂 女兒 喂 李立 你旅家這麼久 你在那邊好嗎 挺好的 你今天說話怎麼你不是怪怪的 我 啊 你是不是感冒了呀 你可要好好的照顧自己啊 不讓叔叔馬上來 媽真的好想你 好的爸爸你爸爸再見 葉妮妮 聽起來你跟你的爸爸 哪有啊 那個員工有什麼資格關我的家務室 我趕緊關 站住 你可以走 但是設計圖 必須留在你身上 憑什麼 這是我三代的心事 憑什麼讓給你 你看 你跟被磁束的員工沒什麼錢 你說你呢 明明是我的勝負 說錯 這件事情你最清楚了 你說呢 明明姐雖然是我的恩師 但葉妮妮才是我的上司 你幹嘛要躲在老闆 我可以這麼 直接作配 我是明明姐 欠強 你 聽見了吧葉妮妮 你這下你還有什麼 葉妮妮 離開了我你什麼也不是 趕緊把設計圖給教你 否則別怪我 非凶手 你要幹什麼 當然是麻煩屬於工夫的財產啊 你 推我 這是我的心血 休想從我身上抓取一分一號 葉仁 你敢對葉妮妮千斤共手 來人 設計組織給我搶過來 然後把他趕出公司 放掉我又不能讓我放棄 放棄 我給你強了 放棄我 不說 我 這個男人是 你不說我是什麼客戶 他不是什麼客戶 他是故事集團的總裁 你不懂 跟葉氏 一樣偉大的層在 這裡大堅圖在你 這個總裁 來我們公司開始 所有人 我自己 我们公司 他获得夜市的融资 如果服装我们理想合作 不如 咱们去休息事情 李李你怎么样受伤 你们公司 如果刚刚走到 其此回事 想当我合作 合伴自己 我今天来 只是为了带离你 谢谢李李 你还真是好本事 万个不要一 原来是攀上了素 真是你要远 嗯 日三档 这什么时候去走 两个时候 这好呢 很实话 你自己信心 我很期待 我们在夜市集团 一直会是犯罪 会是 真是 这些年 为了王一辰 透心透飞 但竟然做出这段事情 我真是什么事 我真是什么事 林林 没事 你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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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 林家 林林 别难过 谁年轻的时候 没放过啥 你永远是 叶家的大乡亲 我和燕永远是你坚持的不断 喂 副色 介绍李李在吗 我在呢爸爸 人不知啊爸爸 当年我为了王一辰 离家出走 太年担心了 你什么姐 这不是你的我 就以你的名义 然后稍微费 是真的猛子 你也不算 爸爸 我想作为参赛选手 参加这次的设计大赛 毕竟 有些人要亲自打理 才能透不开 好 姐姐 是你的 什么 so over the game living for the way can 你呀 还是跟这样 你跑一样的人都已经离开了跟次了 可是你的眼里的那么嚣张 他离神经病不关心呀 他就做不了 谁呀 王一辰 就是这么照顾我女儿的吗 王一辰 就是这么照顾我女儿的吗 也总 我不太明白 王一辰 你还想互动 我女儿为你说死闹了 你不许为了 又说了我女儿 还让我女儿在你公司 受尽委屈 你是不想要夜市逃走了吗 不不不 没想过叶总也知道我做件事 看来 你确实很受叶咋的喜欢 叶总 我已经把插作我们感情之间的那个母亲开头了 我发誓 166月前进 你一线你 这 将给你一次机会 你行 下手 有夜市 我不许你把 赞争 大赛 奖金 500万 最大限就到 你行我你不断 你明白 你明白 丁丁 你听到了吗 丁丁说我们公司也可以参加设计大赛了 只要你 玩具附近还有五百万的奖金 而且还能结识设计下的大师吗 丁丁 四伏来就不用成了 万万奖金 是 还好 丁丁这个数字正好拍上路 丁丁一定能和满意过大牌 ts Sharp 丁丁好世面 叶辉了 但是你都恢复机会 我们算是来对地方了 想不到夜 husbands abrir这么这么 roughly 你好这位小姐 这件衣服是你自己生气了吗 真是 Flex 谢谢 姐啊 看来这次你成为设计师冠军 听说设计业势 什么也不错 而且啊 从这边前面前 这个全摄设计师 也要回忆了 那就是 连设计师 咱们是个设计师 也没有办法与他相比的啊 真的吗 这位设计师的作品 一件比一件经典 而且 他已经成为咱们 所有设计师中的凯克了 只是 他最近这几年 好像不止一些作品 但是我知道 好多大佬现在都在暗中 请他出山的 这次要是能见到他的身体 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既然有这么立即的设计师 如果能和这位设计天才 关系 一定会更上一项 放心吧一筹 作为业家小学 肯定能跟他好好关注 我呢 大家快看 那个天天设计师出来了 快看 åå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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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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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琳琳 他怎么会是这大师 一诚 这次比赛来的可都是有费品有人脉的 是不是叶琳琳作为圣军集团的前员工 就这么突闯进来 传出去岂不是丢了我们公司的脸 叶老师好久不见 成功好久不见 他还跟我们大客户陈总在聊天呢 叶琳琳你还有没有自制住 就非得对我死下来 又毁了我的前程是吗 你给我鼻子你 这是国际比赛场 我不是你胡闹的 真是不回意思啊 我员工要冒犯到我 我现在又把他拉住了啊 冒犯 你不知道你公司 当时差点得赔给我五千万的事 是谁的作品救活了你 知道知道 那是叶琳琳亲自交给我的 我我太感谢了 既然知道 刚才的菜 知道 你才送上我 我当时给了你十万的 咦 你就是这么感谢叶琳女儿的 陈总您放心 不就是摘带和老鼠屎而已吗 不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合作 不就是 好啊 王主 真有你 从您以后 咱们就别改 陈总 对陈总 我 专国报应 叶琳琳 你好大反正 居然敢 你这么算大的 要灰心捣乱 我可是明镇言顺 被要 或是像某些人 调削别人的作品 你還敢偷妖精拿來騙我 你為了在我面前刮痕在這年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不要看 這是什麼料理 今天我就要讓太子人都看看 究竟是什麼貨色 這裡有個之前被辭退的員工偷闖進來 來人呢 這位女士請廖兄 我們主辦方蘇氏集團組織 就要到 經理 你就是他 不僅跟蹤聖君敵團的老闆 還偷了邀請團 怎麼敢出去 你是 這位 可是葉家的大嫂子 你趕緊把這個擾落會 致取得批击去 你跟這位是葉姐 你理解 我知道你被公司裁員很不甘心 但這裡 確實不是你該來鬧事的地方 葉姐和千金和格納道夜市 就是要在山中 辭聖君丁 這兩個人 我都得最不起 都是這個臘生的女人 鄭月女士 是你自己出去呢 還是 王帆秦 說去 讓我出去 你確定 你不看那妖精 知道嗎 敢在这里捣乱 就是不够 那是集团灭 来人 敢在夜市和宿舍集团的眼睛底下叫嚣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动手 我看谁敢动他 这是我带来的人 不好意思 你俩不好意思 我立马将这个闹事的人给哄出去 哄出去 夜里里是我带来的人 他的邀请函也是 不懂这不管我的事都是他们俩 他们俩说夜里里消息的邀请函是偷的呀 滚出去 试试 不 不走 是我们误会了 是我们的 夜里里 你还支持不知廉耻 干什么的问题 都是靠你那些性责任的手 里里的身份就是没配 多几乎 舌头就别咋了 夜里里品水面的面积 能让父亲看起来 原来你是派上高知了呀 怪不得要对我们义权乐意相像 别别别 已经住黄义晨 你靠着黎莉的作品 却在最辉煌的时刻将黎莉改 所看不要脸的人是 好歹我也是夜市精神 你这么说话 是不是有份 但是 他是我的人 为我卖命 好了 这我倒想看看 没了理 你们的公司还能活多几 欢迎各位来到比赛现场 本次比赛由夜市 富士全全赞助 不仅邀请到了国际评委 还邀请到了曾经的天才设计师 回归 那么现在比赛即将开始 请各位设计师就位 夜里 热机身段 刚刚开始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设计师 夜里里小姐展示作品 这个方式 每一处设计都恰当好处 它 展示就是我们设计世界 然然生起的中心 夜里 你做这几次建筑 你得考虑做 这个夜里 一定给你 非常感谢大家 这几次过是我所有设计稿中 最普通的一张 我还有很多作品 没有向大家展示 请大家期待我更多的东西 夜里 你稍微给拆 你怎么说 手声抱着 嗯 嗯 嗯好的 我现在就来看 这是一件 心理器 好 新 你怎麼呢 怎麼會這樣 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人超過 夜妮妮怎麼 難道說 夜妮妮就是傳說中的天台設計師 看就是他 看你 就連評偉都散不著跑 這怎麼了 這年裡 沈在了我很多的心血 該怎麼辦 其實這個破洞 也不是不能消 是 老婆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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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已經來到尾聲 讓我們有請最後一位選手 夜莉莉 演員 小姐 你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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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我莫非 我宣布 這次比賽臨時增加 您這個臨時增加 臨時增加 臨時增加 沒有 為了感謝各位遠道而來 我決定 新增一個現場出獎環節 獎金 50萬 現場出50萬 你自己有錢還不讓別人發財是吧 就是真姿勢 恭喜給我選手我的舞蹈 你自己有錢還不讓別人發財是吧 就是真姿勢 還在外面為我爭取時間 我一定要再換錢 恭喜給我選手我的舞蹈 我還在外面為我爭取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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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講結束了是不是 比賽繼續 讓我們邀請最後一位壓重選手 葉莉莉 主持人 既然這位選手吃吃味道 那我提議 提前結束比賽 既然這位選手吃吃味道 那我提議 提前結束比賽 免得耽誤大家時間啊 您您說的對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一個設計師能超越 難道這最後一位選手 會比妮妮更優勢 這 那個選手畢竟沒有宣布退出比賽 提前結束 未免有事公主 那個人來了也沒有 沒看見我們葉莉莉小姐的禮服嗎 你看啥子 就算那個人來了 也絕對比不過葉莉莉小姐 葉莉莉曾經是我手下的人工 她總是不一樣 我還是清楚 以她的口評 妮妮隨便一張碎的 要的 就是 我也是葉莉莉的錢 一塊瓶子的水坪 更能比上年一比 我看這場比賽 就沒有必要再繼續 既然如此 那就按照葉莉莉小姐做的 名其妻 我可不想看到什麼 你都知道 我同意 我羨慕 等等 誰說 大家久等了 這就是我的設計作品 龍張鳳姿 採用了神話傳說中龍鳳的元素 再結合國風水貨 最後 表出了這兩篇作品 龍鳳 好一個龍張鳳姿 這巧多千功的手法 只需一眼就知道這兩套衣服 竟然有人的設計能力 透越了剛才的葉莉莉莉 天哪 這也太美了吧 尤其是看著他們兩個人身上 簡直不要太配 我們剛才啊 就不應該至於應該葉莉莉 有兩人看一眼這種神作啊 就是讓我再 你 放心 葉莉莉莉她就算再漂亮 在我心裡 她永遠比不上 我可能就比不上我 你現在越吸引別人關注 越期待 發現劉莉莉莉有破洞的時候 顏面正式的畫面 宣布 本次設計大賽的冠軍是 等等 我有一個問題 華麗的禮服 除了要有設計 還要有良好質量 而葉莉莉 她一直穿著上衣針 不可露出上半身的禮裙 我懷疑她的衣服根本就有質量問題 沒錯 好的禮裙的設計 就是給人穿的 讓你因為質量問題穿不了 再漂亮的設計也沒用 這葉莉莉 一直接著贏 難道真的像妮莉小姐說的 她這禮裙有問題 按照比賽要求 葉莉莉 必須脫下衣服 進導遊 有兩種市場 енный僕 房間 給你們 我當然hum是 你看你怎麼翻身 你什麼 你覺得 基本上 你怎麼可能 太不可思議了 這裏群上衣的四肖虛虛無聲 簡直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漂亮的熱情 這設計這工業 再上無依人的一台屁股 明明解死了 怎麼會玩好無損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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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場比賽 第一個獲得全場滿分的作品 讓我們拿出最熱的掌聲 恭喜我們冠軍 聶聶聶 你是不是很意外 為什麼我的臉 沒有證明 你怎麼知道是我 莊先生 我自認代你 既然你怎麼這樣我能這樣吃 就別怪我翻臉 你 你要幹什麼 各位 我遲遲沒能到達會 是有原因的 請看大屏幕 這一切的實作永者 都是他 都見 沒想到這邊 人家看著歸 電視劇里 是由他所出事的這件 不是我不是我幹的 我 就是他 就是他讓我這麼幹的 我只是個卡下手的 你在我的事兒 你只是個卡下手的 跟我無關啊 電視劇里 你沒有想到我 惡不惡惡 這一切 是您的 怎麼會是我呢 是這兩個天然炭 嫉妒我多關 非無限我 電視劇雀 這輩子還有什麼好事 我 這位選手太多了 根據大賽規則 必須馬上前返力場 好啊 你現在還真是逮捕 你你不就是看了你一份夜 你就這樣報復他嗎 他要你 王一城 說這話的時候 你自己不會臉紅嗎 李李 你別跟他們廢話 好啊 把他們都趕出去 放開我 我告訴你 我可是夜市集團旗下公司的王主 我們得乾脆 一定不讓你們好 你講 我父氏還不放 你不會 李李父子 您給我當戰 李李 這可是最棒的 謝謝 以後你就不用跟他們糾纏 李李 來我的副氏姐的工作 我發誓 會給你最好的資源 讓你的努力得到充分的施展 對 好戲 才剛好 李李 你你知不知道 你又是捡衣服又是鬧事兒的 死的明明差點就毀完了 我知道一城 我就是一時衝動 鳳你不知道 你這樣的任意妄為 萬一夜下扯子 我們該怎麼辦 那要怎麼樣 我就是夜家千金 上次還不是我說了算 可罪了父家 現在又是這個樣子 公司的股價一定會泥落千丈 妮妮 我叫 坐下來 先坐 妮妮 我聽說 下周夜總 在家裡邊舉送了一個盛大的收入燕 你作為夜總的情節 帶我進去 應該讓小事一生吧 一城 我當年離家說走 就是為了不依靠我吧 這 現在突然回去 還沒有辦法 你太謙虛了 夜總對你那麼寵快 上夜的投資說過就過 我 為了公司的家 好 好 我知道了 不就是個生日宴了 我一定能讓你進入會場 一年 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十大套 等我得到了夜總的聖誓 中華佛 還不是吃日可待嗎 好 你就答應我明天生日會偷偷放我和一城進去吧 這個不行 你忘了三次副總是怎麼對你的 你要是不放我進去 那你就別想做一城的小舅子 好 哎你你你要是以後發達了 可別忘了乾乾 放心吧哥 等我當上了總裁夫人 看著夜為離 要拿什麼和我比 你你這就是守護夜總的生日夜了啊 真是 這就是有錢人的頂級費是 這算什麼 夜市可是全國名列前茅的錢 我爸來說這就是小意思 那是小意思 你不喜歡 快看 我快看 這什麼神仙帥哥 這神仙美女啊 這兩人在一塊兒 真是太洋野了 那個女人好美啊 好像哪個女明星耶 夜裡 這生日夜你可進不來 沒有夫妻享受這般被人重心捧月的感覺了 夜莉莉 怎麼又是你 這句話應該我問你 據我所知 受邀名單上 沒 受邀名單都是給外人 我無謀 享盡真心享受這 你說這種話 難道就不怕夜市千金 我怕 好 咪咪就是夜市集團的 千金造小姐 天啊 這夜市千金已退已久 現在竟然出現了 對啊 看他和小姐 你的手還站在一起 看完聖君敵他們等還深得夜市的氣力 要是我爸知道別人亂別人的那一旁 我得信你 你沒必知自己做的事 你必須得好講學 你說他是夜市集團 什麼 啊 你現在 你現在給我道歉 來了 要我給你 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夜市千金其實就站在你的面前 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夜市千金其實就站在你的面前 我叫你 先出這麼快奔落的事 這麼早就結束 跳不了 不走 我當然知道夜市 難道 你羨慕妮妮成為五公女 或是 沒精鋒 我告訴你 今天我帶的一定會是你 這位給你踩在腳下 你勸你 他就說夢了 今天我就讓你看看一界底層 跟我的插曲 睜大你的偶眼看清楚 這個是從巴黎拍賣回來的嘻寒物 這個是著名的珠寶設計法是一頁 多虧了夜總 否則今天來找這場面 你就這麼確定 你的這件能讓你收到夜總記住 你要是現在離開我可以讓你走過去 但 離夜總生日夜還有十分 你的如意算盤 還是要裸空了 因為這件 你手上的這份 溫暖就是個假貨 你手上的這份 溫暖就是個假貨 假的 正然敢拿假貨片 不是假的 想了真沒想到什麼情況 夜裡裡 你不要在這裡吃不到葡萄說不到算了 我跟一辰都是有頭有臉的 怎麼可能會送一副打個手桌 你說我們這個是假的 證據 大家都知道 離夜設計珠寶從來不打草稿 一氣呵成 而你的这枚手镯 文禄深浅 转折处 甚至还有一处划痕 明显技术不佳 这根本就不可能是李业的作品 我这也是假的 果然还是小门小富的贱人 骗人技术高 不要引你 自便编两句唬人的 大家就信你的 就是 你从哪知道那么多过于李业大师的技术 我看 就是你途编乱照 我看是你 没有拿得出手的脸 所以才这是乱点 哦 是吗 若是我说 我准备的 更 你 不知道 我怎么想 叶丽丽丽 你少吹牛了 啊 谁不知道 你叶丽丽就是一个被裁的员工 你拿什么礼物跟你想品 是 有种你就拿出来让大家多看看呀 就是 行 不曾 不曾 我怎么拿出来 我怎么拿出来 行 不曾 我怎么拿出来 到底哪個才是李爺大致的作品呢 不及王一辰永遠也想不到 李爺其實是文化的 當初爸爸為我支持你 不喜歡他重驚將我早前 我全部露霈 這才讓我真的成就 王一辰 這下你該相信 正是因為我手伸 真 所以我才可以確定 你們拿出來 這名就是個假的 李爺你該不會以為你拿了一個假玉琢 就可以污衊一城的心意的 告訴你 對 你這個才是假的 你之前明明跟我說過 你買的所有飾品都從地方上淘下來的 你哪有什麼錢買李爺大師的真實 是因為 我想幫你省錢的 所以才哭一片的 李爺 你想當大嫂姐小瘋的嗎 你一個窮鬼 你別在這兒白著做夢 拜託啊 你清醒了 我看該清醒的人是你們 距離葉總生日宴開始 還說不到我 到那個時候 你們一定會後悔 後悔 什麼後悔 也離離不過就是一個沒有人要的漫貨 跟這個時候找一張 做我的朋友 你 我一會兒讓人去清旅 你去被金字都說 我 我一會兒讓人去清旅 你去被金字都說 可惜 看不到這位桌子最好的樣子 我我會去找最好的修復師幫你修保 再說了 葉老大知道你對咱的心意 怎麼會怪你呢 我不就是摔了一個假的手鐲嗎 賺了跟真的一樣 葉黎黎真是會演戲啊 一個傢伙 你演什麼 上台面的 不就是一個假的嗎 好 沒理 五百塊 多的呢 讓少年 你們 不稀罕 葉黎黎 你看 摔了這個手鐲 有效果嗎 我就是摔了一個講的手 什麼後 摔了正好 什麼髒了大招的眼啊 哇 這是搞大了這打得好啊 李李已經勾動了你們了 非要比我出手打獎 混蛋你敢打葉總的奸金 葉總來了 都得死 徐葉總 葉總來了 葉總的 爹徐葉 爹徐葉 我可算是見到您了 你這是做什麼 我是您集團旗下公司的王毅辰 里邊我還是用點小插曲 我把筋弄到你 就出來接你一下 里邊有個女人 仗子你抱上了大碗 再給你的生日驗手大碗 還還給你準備了一個假玉珠 這什麼呢 是 是 他還謀充是大師李葉的作品 李莉就是李葉 他的作品我早就學會玩笑 竟然還有人敢冒充 帶我去看看 來請請 葉莉莉 葉總晚上交情 你說他要是看見你惹亂他的生日驗 還拿了一件上不得檯面的傢伙當禮物 他會怎麼懲罰你呢 我再跟你說一遍 這不是假 這是極品帝王綠翡翠制成 用世界極死 你剛才打碎的這 在這罪上八槍 你怎麼會這樣 哈哈你該不會是 建議宋角的被人認出來 但是不要亂說了吧 極品帝王綠 這不就是一條碎玻璃嗎 等夜神但夜總盡 你也 看見你送了假貨 再看看五三 他想冒充你叶大 真是自寻死路 这讲 叶公一定会勃然大怒 这个就是大闹您生日宴那个女人 叶总 这个就是大闹您生日宴那个女人 还给您送贾琢的 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这是他想的作品 不是什么家 真是好大的胆 可不是好大的胆子吗 叶莉莉你听 你已经惹了 还不赶紧跪下道歉 你确定是我跪下 而不是你跪下 当着叶总的面你还敢打 这就是暴肆 放肆是你 不是 你是否打错人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 极品 帝王律粉碎 这不可能 你才是女人 叶总 我们这个是你们的自然的业 你说怎么可能啊 叶莉莉不过是被我们中司辞退的一个小员工 他怎么可能有钱买这么贵的礼物 我知道 叶莉莉啊 一定是被副总给包养了 靠出卖身体赚钱 叶莉莉 说什么 我 被包养 对叶莉莉 你还在这狡辩啊 如果你没被包养的话 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领 你怎么可能进来进什么地方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这种 小进就进 这价值上千万的手术 我可以买成千上万了 你还真是怎样啊 今天就替叶总好好教育教育 干什么 我的人 就不让你来教训 敢在我宴会上闹事的人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他们任何合作 不敢 不好意思 叶总 你应该抓他呀 叶总好好说说 你不是他的女儿吗 啊 我 我的女儿 带走 不是那 是他 是他把走啊 你为什么叶总会这么对我 我哪路都不好吗 这次 这次爸爸一个假 我的肯定不开心了 下次下次有一次 他爸爸面前是你的好 是 这次愿让叶丽丽丽再走 让人朋友 保管你 不让他失去 不让他失去 丽丽 你这乖女儿 爸爸来晚了 爸没事的我好着呢 就是这个镯子 本来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可说现在 没关系的 一个手作罢了 你有这份心呀 爸爸就很开心了 小傅呀 这些年 多亏你护着琳丽丽了 叶老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琳丽这么优秀 能保护他 是我的荣誉 真是单配呀 爸 你说什么呢 琳丽 这些年 委屈你了 现在已经想好了回家 那我 一定给你办一场 最好的回归宴 后面说 叶总 有什么吩咐 我记者 叶氏集团 要在江城举办一场 全球规模最大的设计展赛 琳丽又是江城 那这次设计展赛 就全权委做给琳丽 把新铁发下去 通知所有权贵参加 来 设计展 爸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时间不早了 你跟小傅好好聊 琳丽 你今天先好好休息 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 嗯 你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就是来带我买衣服呀 你不是上去参加设计展览吧 我想你把扳的好看点 让那些人见识一下 叶大小姐的光芒 就你嘴 先生您可以进 但您身边这位小姐 看上去太过于朴素 不能进 怎么 做生意还要挑人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这家店 有这种东西 先生 我们服装店可是富士集团旗下的 里面都是高档奢侈品 您身旁这位小姐 一笔群方位 我怕他进来呀 连我们店里的空气都被污染了 一个店人 敢对客户挑三千次 店长呢 把他叫来 还敢跟我摆架子还叫店长 我算是看出来了 后颜好语相劝 你们是不会离开的 弄这么一个穷鬼来买衣服 不看你也没什么钱 算了吧夫子 咱们去其他店 不行 您现在不见是我们的理由 可是叶家的 不能就这么算 你说我没钱买不起是吧 从现在开始 李李碰过的所有 我都买下了 我呸 你以为这些都是网上九块九 包裕的垃圾货吗 你们这种人只配买地摊货 没钱还想买我们衣服 我梦 那我要是拿出这张 看他这幅胸游成竹的模样 这不非就是经理提过的 全球仅有三张的资讯会员卡 不好意思 两位先挑 我去查一下这张卡的权限 我们先看衣服 李李 那个店员 刚刚那么羞辱 你为什么不生气 换作以前的话 我肯定会生气 但自从 我隐藏身份和王一诚在一起 我就发现 没有高贵的身份 和华丽的首饰 到处都是看你外表 给你划分地位的人 这些年 被看不起的日子多了 我也就习惯了 从李莉离开王一诚公司开始 不少人都因为她的时分 骂她是尚不得台面的下等人 这些年她一定吃了不少苦 对 这些年也受苦了 没事的 就当吃得有的历练 香巴了竟然敢骗我 你这张卡的卡号在我们系统里根本就没有 这些衣服你们摸过了都必须得在买 然我们怎么做是不是 这张卡不是你们店的会员卡 是银行卡 而且我告诉你说 李莉在这些店碰过了所有人都 这笔名的钱足够买价你们整家店 笑子 拿一张假卡还想冒充银行 还大言不惭的说要买下我们整个店 再敢服务员办语信不信我报警抓 你看清楚了 这是银行黑卡 日流水上亿才有资格办 全球拥有的人已经没有钱了 给你服务员的身份 肯定没见 我黑卡白卡随便说一个名字 你以为我就会信吗 真以为我不懂呀 我不管你们是砸锅卖血还是卖身卖血 这些衣服你们必须都能买下来 就这么几件衣服 趁着找我砸锅卖血卖身卖血 什么人啊在这儿嫁砸的 店长就是这两个穷汇 没钱还非要进店一身的穷酸味 拿着我们的衣服乱摸乱看 这让我们以后怎么卖呀 这里可是富士名价的商场 是高级定制服装店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消费起 那你凭什么觉得 我们俩消费问题 我坐了这么久店长 整个大厦的富豪我都认识 但是你我不认识 像你这种人 还望想装成有钱人瞒天过海 也可以在我们这里指手画脚 这不是 你没有见过他 有没有可能 是因为你之前根本就没有资格家 这里可是整个大厦数一数二的高级定制店 除了富家总裁副辞 看有哪个有钱人不来我们这里交费 可是 他就是富士典让你走走做负责 拜托啊 吹牛好歹也挑个身份吧 他要是富士 那我就是叶佳大小姐叶琳琳 赶紧赔钱吧 否则今天你们这两个穷鬼啊 别想走这个门 张秘书 把商场经理给我叫过来 张秘书 他可是副总的左膀右臂 你怎么可能会有他的主意 哼说不定呀 他就是想糊弄我们 随便摸个号呢 想吧 老 你该不会是给电话客主打的吧 这件你们放过的衣服 价值两百万 赶紧 别想着拖延时间 否则 别怪我让你们吃不了汤 这件衣服 我明明记得标价二十万 怎么到了你嘴里就变成两百万 我是这家店店者 我说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容得了你这个乡巴勒夫也做事 你知不知道这条裙子的设计是盯货了著名设计师李也大师的指点 两百万卖给你这个群费算是便宜你们了 我可不会随便对着别人的作品指指点点 还想打着我的招牌招摇招 离叶的指点你们之前说我吹牛 我看吹牛的人是你们吧 这条裙子有没有经过离 心情 你 人类你们跟我对天说吧 哎 二位贵客 您的投诉今天我已经收到 请你们放心 今天我一定会给二位 一个满意的交代 真的 我以前觉得你职位挺高 但是现在的 你动我一下试试 信不信我让你连饭碗都丢了 哼 那我让你小张 来人 我都不看我今天敢不敢动 你听好了我表哥是王一辰 他现在搭上夜仨大小姐 你要是敢动我 信不信我让表哥开除你 既然你这么大言不惭 那好 你就把你的胡说笑 我都要看 他们他们不死一样 来表哥 我电影来两个不讲理的虫鬼在脑上 还和基尼一起欺负 快来帮帮我 什么 有人竟然敢动我王一权的人 表明别在心 我马上到 四季 五分钟之内我要到商场 我表哥马上就到 你们就等死吧 哦对了 你们还不知道我表哥是谁吧 盛军公司知道吗 那可是夜市集团手下的公司 像你们这种小人物啊 这样你们也没本事知道 他可是夜市集团的大人物 到时候他来了 看你们求饶都没用 二位贵哥 我看要不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四季四季后就让我来出来 我呸 你解决 你怎么好意思说是你解决 你算哪根葱 还打算夜市集团比 今天惹了我呀 我怕你们谁敢出去 不用担心 就算他王一权来了 也不能打我 你什么身份啊 还敢支付我表哥的名讳 我的身份 也没什么了不起 只是要让他王一权向我贵一下 那次 你什么东西啊 还咋让我表哥给你道歉 是谁要我磕头 你终于来了 就是这个香大了 对着店里的衣服 不停乱看乱播 还倒在大山那边侮辱你 你别别 又是你 你以为我想看见你 王医生 不是我不想 是你亲爱的表妹不讲道理 二十万的衣服要我两百万 我虽然不差起来 但也不是随便的别人送给你大夫 你个不要脸的女人啊 别以为靠肉体放上了副总 就可以在这修装罢了 以为我治不了你啊 还在这欺负我表妹是吧 这你娘的副跟有什么关系 还能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就是靠出卖色相和肉体的关系吧 这么难 就想跟我跑 原来你就是我表哥的前女友啊 衣服上不得抬面的样子 难怪离得我表哥 就去攀附别的男人 看来啊 这不仅身上脏 你心里 唉 王医生 不是一家人 你不记一家女人 你表妹真是跟你一样 多于掌握 你说谁呢 你说个什么东西 我表哥现在的女朋友 可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 叶妮妮 你连叶妮妮的一根头发丝都 还妄想欲擒 都让我表哥哭 谢 别以为你放了让父子这个有钱人 可以哼着什么 难道不是吗 不走 你应该我来这了怎么 人与外 我不在这又怎么看到你对这 迷离仗势欺人的怎么样 不是 赵哥 你上了什么 我忍住你 这不是咱们找的其他人 你你难道是 不是集团都是狗才不辞 怎么办 你们有眼不湿在山 就告他个手 放了 放 放 是上次给的教训还不够 让你还有精力在这里欺负我下 我如果今天放了你 不知道以后还有多少人被你们当作相邦了和下死人欺负 副总 是我狗眼看人的 您答应我大量就放了我吧 你不用求 经理就在 你自己去申请 离职吧 副总 要是不是集团自退了我 那下都是我被整个行业封杀了呀 那大厦没人敢要过的呀 你刚才嚣张罚和赵氏欺人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下场 让你滚 副总的眼 让你后来事情处理好 你给别来上班 副总 副总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好是我一毛群人 您有罚就罚我吧 都跟我表哥没关系的 你们王家已经烂透了 我劝你们赶紧搬离这座城市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 否则我副氏 不会让你们有任何容身之地 副总 你提出这种要求是不是太多多意义 真以为这座城市是你们副家的天下 你真以为你可以左右我们王家的命运吧 难道不是吗 实话告诉我 我马上 要成为叶祖的命运 你什么意思 大厦守护叶祖的青筋 对你过我身上 我猜 谁都不知道 看我可以成这个样子 难不成又有人冒进我的身子 真是处 我都要看 这次又是谁的 谁 我人 大小姐 大小姐 您来了 谢谢你你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叶莉莉 看见我笑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是叶家大小姐 首付千金 那你是叶大小姐 我是谁 不管你是谁 像你这种下 跟我说 人人平等的社 你仗着身份说别人是下的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我过分 我可是叶家大小 你我的身份 想你说就怎么说 你懂得你们俩过 王一辰 你刚刚被叶莉莉骗过 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 你到底被他灌了什么迷魂堂啊 叶莉莉 你不就是出了一次风筒 别用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质疑我的眼光 你你那次只是意外 再来 我是那么容易被骗了 看见我 这个是江城设计展的蜻蜓 能拿出这么高级的蜻蜓 怎么可能 是不是拿出琴帖 就能证明他是叶大小姐 不就是琴帖吗 我也有 那可以证明 我是叶家大小姐了吗 不可能你怎么会有 怎么可能 你这种没钱没事的吓的人 怎么可能有江城设计演的琴帖 一定是不辞的 哎 我怎么 我的在这 假的 这肯定都是假的 一模一样 这 什么情况 我没发现去 说不定是这个女人陪谁睡了一晚 你把别人的琴帖给偷过来了 没发出去这张真不强 我有一堆 你到底是什么什么 你真的是 王一诚 你竟然怀疑我 你是不是这个 什么 好 怀疑我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你到底是不是也认了 我刚刚已经联系了货 他马上就 等他一来 谁真谁紧 一问便知 你还认识货秘书 货秘书在你们普通人眼里 是手机的左宝货帝 是一手折定的大人 但他在本折里 如果 这是个又该使货秘书 你确定 你说的是货秘书吗 那是 难道还有别的货秘书吗 哎 他小姐 是不隐怀你了 都是叶莉莉 他会消失定 你就原谅我 算了是 那我就先承认你了 怎么 害怕了 我告诉你 现在害怕晚了 等货秘书来了 你就算是副总的人 也得给叶千辛跪下道歉 我害怕什么 我就在这里等货秘书来 我们的这个衣服啊 可不卖个香巴佬 别乱动 我提醒你一次 这家店是富士的 而你 已经被我开除了 没有自得管理 表哥 你得帮我 叶小姐 你就看待我的面子上 帮我 不子 你怎么说也是个总裁 要个面子 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再说 你可是我看中的人 当着我的面 维护别的女人 那可不行 叶小姐 我再说一遍 请你自重 而且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 什么 他就是个乡下人 怎么配不上你啊 我命令 马上我都放开 我要是不呢 不子 你谁是老不长眼 你老不长肥的 货敏托 货敏托 你来的正好 快凭我解决了 这不知死活的下人 小姐 你怎么不再搞不掉 我一个人就出 你若是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可以叫我去 没想到叶总身边的工人 竟然对他这么敬重 这回有了货敏托 亲自认证 肯定不会有错 你若是叶家的千金大小姐 货敏托 她真是叶家大小姐 我和叶老多年交集 从来没听说过 李莉还有个姐妹 这是自然 之前都是误会 叶妮小姐 的确是我们叶家人 不子 这下你总该相信我的身份吧 货敏托 副总不仅质疑叶小姐的身份 还和别的女人 屡屡向叶小姐恶语相向 这简直不把叶家的脸面 放在眼里 就是 为了一个姜八老 竟然不听叶小姐的话 简直自寻死路 姜八老 素质竟然背着大小姐 和别的女人光阶 不信 我得好好支持她 您既然私下和别的女人怎么 这是你死 货敏叔 你那么凶富子干什么 大小姐 原来你在这 我还以为负辞 带别的女人出来冲键 什么 他们喊了我几句相巴了 你就不认我了 怎么会呢 您是叶家大小姐 不管怎样 我都不可能认不出来你 那你跟我说说 嗯 那个自称是叶家大小姐的人 那个叶妮妮 是您大伙 刚认回来的私生女 就刚回家 嚣张怪乎的很 一个自身女而已 连人都认不去 还敢跑到我面前来挑衅 静 还想冒充我的身份 小姐 要不我现在就这样 让她颜面无存 别急 我都要看看 她想耍什么 霍秘书 你们两个人在这 窃窃私语什么呢 你该不会也和这个女人有勾结吧 怎么会呢 事情经过我已经了解了 都是误会一致 大家都是自己人 既然这样 那就到此为止吧 谁和他是自己人 我要这个穷鬼给我过一下 和头道歉 叶小姐 你别胡闹了 我胡闹 霍秘书 你向着他 不是向着我 我算是知道 叶莉莉 哪来那么多设计展览的邀请汉 原来都是你的手 霍秘书 你该不会是和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吧 你别胡说 你胡说什么呢 我和他 我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是 这个穷鬼跟霍秘书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怎么可能配得上霍秘书 叶小姐 您肯定是误会了 他就是一个上不在台面的乡巴佬 有什么地方和吸引他 我 都闭嘴 霍秘书 我是叶家大小姐 你 只是叶家的一条狗而已 你就敢吼我 我要回去告诉我爸 原来把你撕退 叶妮妮 能让霍秘书听话的人 只有首付叶成一个人 你 叶小姐 别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你 你 你们 我去 谢谢 谢谢 比叶 我起了 我会也去吗 没事的 这又不是你的错 我一会就给张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派人好好管理这家店 嗯 咱去打扮打扮 好 好看吗 你穿什么都好看 就你最甜 那明天我就穿这身去参加场会了 叶家大小野到 早就听完叶家大小姐 今天会来到我们的宴会 这下终于是能见到真的宴会了 叶大小姐作为新兵实在太必要 实至今人都没有没天涯的阵容 今日得点只是三生有幸 怎么感觉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感觉小门小富出风的小姐 快闭嘴 你找死别连累我们 要是惹恼了叶家大小姐 她一句话可是能灭掉我们在场的全部人 叶家大小姐 叶家大小姐 今天 给容光环吧 每一种人 不曾 你现在应该看清我和叶灵力之间的差距了 我是有权有势的叶家小姐 而他不过是个被人羞气的下落 明眼人都知道你应该选择谁 没想到副总竟然被叶家大小姐看到了 真是好运气啊 要是叶小姐能给复制一个好处的 想必复制集团会更加同胀 副子 我叶灵力今天呢 就看在你这张领算上 再给你自己 你现在选择和我在一起 我就能给复价带来小姐的镜子荣华富贵 叶琳琳 看了 没有价值的女人迟早会被冲击 这句话我也送给你 没有价值的女人 也是你 伶雅力气 我都要看看都会不自放弃的东西 你快走 不会的 不会的 他怎么像有些人一样 闲平爱 见死去 叶琳琳 谁给你自己 认为在座的所有人 面对叶大小姐抛来的咱们 心动 就是 这是叶小姐肯定我一个自己的 我就是当娘做妈也会同意的呀 如果能和叶琳有点关系 就算能一句从天要不 但还不是傻子 谁都知道自己是叛道了吗叶琳 你今天怎么可能拍到 怎么可能是我们这些人 可是 这个下的 还见我们面的机会都没有 你这个 还在和叶琳琳的前面 我这挺高的地方 所以 叶琳琳 你这种下 你这种下 跟高高在上的叶琳 來小姐像 任何 則你兒子就選自己 大家說對不對 你嗎 啊 那我們就看看 難道 多虧 哈哈哈哈 葉小姐 我確定 我不會音樂詮釋 我好奇了你 神航 你 你吃了熊心爆子打了 趕快被葉小姐 被你一片的栽培之心 托辭 你這是在幹什麼 真是糊塗 為了一個不成器的女人 竟然選擇得罪葉小姐 恐怕這次之後 若是集團要完了 葉小姐的葉總 可是出了名的糊塗子 等到葉小姐會去找到 自己的父親告訴他 這不是一個小人的小婚 恐怕還不夠一個大豪門塞牙縫的吧 不則 何必要讓人想當婚婚 一個沒有女人 你一連好的相對 熟情熟悉你還不清楚 葉莉莉 你真的 只要我招招手 不是人 只是你犯錯了 這些人 不會有附近 葉莉莉 你今天是靠著父子的關係 才有資格站在這裡跟我說話 非見得下 當我拿下父子 再用身手 誰叫反奧國大創 還有 鬥爭奧國人求 他 不等你 葉小姐 他 天啊 這 這不是大蝦坡鼎鼎鼎有名設計師 江源嗎 他竟然也來了 而且他還被演得這麼進場 好愧是演家 前世套街 葉小姐 這次展覽會的設計 江先生 你不是和富士簽訂了合約 就只會和富士合作 這 江源 不要忘了給你的報酬 葉家大小姐果然是大手筆 權力大盜 竟然連全國萬里挑一的設計師江源 都要對他扶手稱稱 父子這家可慘了 對他的第一行的葉小姐 他拿什麼眼 等著吧 江源大師呀 是肯定不會幫富士的 富士 這就是你不從了我的笑 而這 只是我對付你的第一 江源 還不快給富士點顏色清清 葉小姐 實在抱歉 我不能履行我們今的約定 富家對我有恩 這次葉小姐 親自邀請我來參加宴會 祝您完成展覽 已經是對我最大的暗力 但我實在不能為您小力 請理解 好 好啊 不止 江源 江源 好嗎 好 真的 好 我 別擔心 我始終會站在寧靜 我將元 願為副總馬首之山 不再為英雄 在這 有哪個沒有受過我們故事的幫助 就此背 剪我副師的刀 副總啊是你自己不食食物啊 我們也無可奈何呀 沒關係的還有我在 你們一個個都是欺軟太陽 還不可 何必將自己的理由說得如此冠冕討好 陸家都要滅亡了 你甚至都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你還在 你衝大傷戒這麼囂張 今天得罪了夜 你試試該退 好好當一個普通人至於 之前幫我 對 就算了 副總啊實在抱歉 在商場上啊 職位利益可沒有情分啊 好 這就是 好一個職位利益 副詞 我自己的 後悔了吧 你其他人 沒有選擇 我 我 不辭自己做 劇 摺 副師好歹是去滅亡啊 任命 沒有人的就都沒有你 我不认 玉米你你 crec 什麼 我讀你今天一定不能接受 還有副世界 比你一個下的 你拿什麼 就憑 我就是黎业 你说你是大厦第一设计师 就是那个被全球风抢 但已经退役的天山设计师 黎业 黎业他怎么可能会来我们这里啊 还真有可能 据我所知 黎业是我们这儿的地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大型展览 都是由他逐自在的 不可能 之前打败我的黎业大师 明明是个男人 而你 就是个不成亲的女人 你所看到的 不过是我为了躲避了反对 编造的假身份 嗯 黎丽丽 你说你 那一牛严的有个限度吧 你一个下子 你敢冒死叶大师的身份 不过 既然你要和我 那我能让你兴趣 来吧 拿出你的筹 黎丽丽 我认识了这么 你属于家庭我自己 一个月就几百块钱的零化钱 甚至连吃饭都 你属于家庭 你能拿出来 就凭 这东西员那钱 他拿不出 我拿在这 对 我是富士集团 房地产负责人 我家 富明 同时 也是富士的弟弟 我也拿出 富士房地产行业 百分之三十的股费了 作为主 在夜里里 富明 你来这儿胡闹是吧 还不快回去 我 因为你的夜姑息啊 就在康康 富士的步枪一跌再跌 是 已经被捕捕了生缘 我告诉你 你也别想 这个真人的身份 来笑 我愿意拿出 股权来对 不过 我要站在 夜里里小姐 如果我赢的话 我作为 富士集团 安全负责人 你拿富士的股权 和林立顿 就为了夺权 你到底有什么底牌 我的底牌 那就是 站在我身边的社会 夜里里小姐 她是真正的天才射击师 一天我就知道 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 一天你操我实力 那是自然 废话不能说 作品证明 情绪 这些 是我专门针对 本次设计展览大会设计的 服装图属 至于我是不是黎叶 作品 你告诉我 这张卡里是我所有的看着 要是输了 后天可快把我都输了 这种图属 我绝对要有 这几条的设计 瞧到天空的手笔 再加上黎叶大师读了的风格 每一张图纸上 任何的公司都是挺尖的 列小姐 你的设计太稳了 还自费 你还以为夜里你有少本事 结果还是拿着我知心的 照顾 照顾 宝贝 我没有资格 理理的 我也是舒服 乔烟大师居然认出了 这几个说明 父总和叶迪迪也输了 别急 我还没出手 我还没出手 叶玲玲 就凭你也配七败 你不就是想和我赌 我接受 来亮出你的筹码 我用大夏商会 百分之十的股份 向你发期设战 大夏商会 怎么可能会发夏商会的股份 整个大夏商会都是我 区区百分之十的股份 叶玲玲 你该不会又想 过去从事说什么 你才是业家的心心呢 我说我是你没有信 这样吧 你们给霍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 看我是不是可以 用大夏商会的股份来跟你对比 当然 霍秘书准是这个女人的无理要求 这王一春不是心事荡荡的告诉我说 这个女人只是一个月入几百块的下的人吗 怎么现在竟然还会真的有大夏商会的股份 难道这个女人 真的什么都会搞得起 可能 我跟她在一起这么容易 如果她又有什么人有所谓 我早就发现 她一定是在共同学区 霍秘书 你屡次维护叶玲玲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们两个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 关系 叶玲玲 你在怎么说什么 叶玲玲 我早就说 我和叶玲玲小姐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好 等我回去之后 我就要向你来揭穿你的行为 既然霍秘书已经帮我证明过了 那这个赌局是不是可以开始 好 那就开始 叶玲 但我看看那个什么本事 叶玲 在这之前我还要收拾一下 这个所谓的离业 叶玲玲 你放什么宝贝什么打我 叶玲玲 叶玲玲 你放什么宝贝什么打我 叶玲玲 你放什么宝贝什么打我 你放什么宝贝什么打我 甭搞你的人 吓的人就是错误人 叶玲玲 我告诉你 幸亏我跟你分手了 要不然我带你来这 我的脸面就丢尽了 这女人连叶玲大师都敢打 不要运了 她是不是根本没什么真本事 所以再闹一场 叶玲玲 我为什么把你 你心里没数 我 我可是黎叶 你敢打我 信不信 我让你吃不了都是走 你是黎叶 叶玲 你凑我的设计稿 想充我的身份 还在这里随意 我拼什么不能打你 你 你爽子是血口天人 我哪有投什么设计 反而是你 你有证据能证明这些是是你的吗 我确实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这些设计稿是我的 我就知道 叶玲玲 这么严肃的场合你在这胡闹是吗 啊 大家都听着 她说她没有证据叶玲玲 你这该不会是要认输了吧 看你修有成竹的样子 还因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呢 没有想到 就像广大闹 别急 我虽然不能证明这些设计稿是我 但是我可以证明 这些设计稿不是他业项 你要干什么 叶玲玲 你偷我设计稿的时候 你更不知道 你偷的根本就不是权利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的设计稿都是全部的 这份设计稿我看过呀 设计的非常精妙 按理来说 不会有什么参全 人家人在什么心 叶玲玲你就不要调辩了放弃吧 我就是黎叶 叶玲 从你偷我设计稿去参加比赛 我就已经防着你 啊 你真大眼看清楚了 这些 才是完整的设计 太妙了 叶小姐 您选用了中秀的吗 想要设计一款 国风和现代结合的服饰 不错 你还是有进步的吗 那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们设计稿 照您这样说起来的话 这份设计 的确 要加上叶玲玲小姐 你收上这份 还算真正完成我 你 叶玲玲 明明是你拿走了我的算计宝 不过就算是这个 你也没有办法证明那些事情就是你 你还坚持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也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真正的设计 那我就让你看看真正的设计 江源 你跟我交过手 应该很熟悉这块玉沛吧 就是块铺玉沛 你看这有地毯火 一买就能买一堆 什么好稀罕 那一堆都比不上 铺盔 你真是铺益 就一块玉 你就说它是铺益 当年铺益大师的成名之战 就是带着这块玉前面散散 迄今为止 这块玉全球只有铺益大师 有� место管 我们赢了 莉莉太棒了 原来你真的是黎晏 你为什么要隐瞒中 我从来都没有隐瞒过 coop 从来都没有隐瞒过多少 早说 是你初说 真的 李 Detective",而且 year 你为什么要隐瞒中 卻和夜里里狼狈为奸 我不会看过你们的 只怕你都不会夜里 夜尼尼 迟至今日 你还要继续维持你首富千金的身份呢 是谁 你到底有什么瞒着我们 叶小姐 你以为你我的世子 除了叶总 还有谁能让我全意的 难道是真正的大小姐 不可能 不可能是天地小姐 不可能 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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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敢欺负我女儿 叶总竟然来亲自成长的 就算叶里里是离叶的事 这下也根本大了不叶小姐 叶总 您可算是来了 就是这个叶里里 怕个冒犯大小姐 而且她还勾引霍秘书 还到能备为奸 让她自己有点本事 就欺负大小姐 叶小姐 你一定要把叶里里的手脚打断 给她们一个教训 放 我秘书 事到如今你还敢打我啊 你知不知道得罪叶小姐的下场 叶小姐 你赶紧跟叶总说发生了什么 他不是你的父亲 他一定会为你穷有的 什么 叶尼尼 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吗 怎么看到自己的父亲 反而不说话了 还是说 你根本就不是叶家姐姐 什么不是真的大小姐 那会是谁 总不可能是黎叶大师吧 我从叶大小姐这个是天大的罪 真的会这么做 不是 叶小姐 你还敢打我啊 叶小姐 你赶紧管我 他这是要造反 我看 他没有种事 他才是 没错 叶莉莉 才是我的女儿 她才是叶家 如一无二的大小姐 你赶紧管我 表姐 表姐我错了 我就是一个鬼秘心窍 我没有想拿你的身份 去做任何坏事的呀 你就放过我吧 刚才要是我输了 你不放过我 好 你就是你 你就是这种 完成 我有很多租的伞 但是你却一一二再再二三的找我麻烦 是我 是我不熟 你 我错了 是我想你 是我被中文童 我知道 你一定还是爱我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这次一定好好爱你 你再 完了 其实 我根本就不爱 你是你 已经有想 把这一省事的人 我带下去 我 让你 救我 莉莉 你受苦了 没事的吧 这不是有父子一直护着我呢 莉莉 小傅是个好孩子 那你 什么时候 他就和他结婚了 我 我 玉莉 家就不好吗 我保证 以后不会任何人伤害你 那以后 就想夫先生 躲躲指教了 一省事 我奶奶的工过瘦 想在家里举办大业 我想要做你 作为我的女伴 那你别想弄不平家人 好多不值得关系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不过 我得先是给老人家挑些礼物 ilton一次见面 能辣快一向 嗯 好 那我先回去安排一下待一段时间 你要是不是随时也在那儿呢 这次给付赐的奶奶 准备了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掌揹 也不知道她老人家喜不喜不 啊 是谁为什么要帮我 想不到吧 你也已经 现在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对 对 对 刚上 哎 上吧 谢谢你你 我跟你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还有脸问我 难道不都是因为你吗 明明是你爱慕虚 顶貌我的身份 现在被拆穿了反过来说是我的问题 还不吓我 你这是犯罪知不知道 又不是你以后是否我怎么看我会被结束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你是一家大小姐 你不懂我过得了 你堂堂副交千兵 大小第一声 能够晚上再往一四年不能 是不是疯了 竟然决掉了 你 你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告诉我 只要我帮上一个大王 我这辈子就能翻身了 再也不用在社会底红方下 就能获得无尽的财富 你要是咱子娘 就要做 最折磨的职费 那些人只是把你当做他们的玩物 他们是不会尊重你的 闭嘎 这大小姐你做什么 做他们的玩物 只要能摆脱贫穷的身份 我可以做一辈子的玩物 我贫穷应该靠自己的双手 而不是应该靠欺骗 你这样做到反射呢 欺骗 你知道骗人有多能 你仨一个就要用无字的谎来圆 你听到我问了这些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那你现在改过自信 还有机会 你可以重新改变命运的 改变命运 我好不容易进入叶家 就知道我身份了 谁不说我是个私生子 他们都不承认我叶家当小姐的身份 他们只认你 是你 是你 明明就是你 是你 本来 你马上就要成功了 就能获得无尽了金钱和生育 但是这一切 我被你给毁了 所以今天我要让你 我 我 在家 你你你冷静点 你就算杀了我 你也不会成为人上人的 你还会被抓进去的 怎么 你叶家大小姐你害怕吗 啊 相信你 我会冒着被抓进去的分析 杀我 那你说呢 我知道你有叶氏集团的部分 你和父子也关系非情 只要你和他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合同 我就考虑放肚 你你你这个真可怜 在你的生命 只有金钱和权利 是 你是有钱的叶家大小姐 满足的自由和爱情 你们会等我这样的人在上手 身为女人 我最后再劝你 收手 你 你现在就算傻了 也不会得到任何的东西 难道 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叶家的私生子 欣赴一个已经回归到家族里面的叶家大小姐 她是不会放过你的 叶琳琳 你还真是不怕 都到现在了还这么啰嗦 你以为我会像那些男人一样乖乖听你的话吗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股权转让合同 你是股权一个家 你仍然 你别怪我 花花你的脸 住手 别打 我老子杀了他 你为什么没理解我们都可以满足你 但你不要对雷厉下手 正 这次机会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如此费尽心思的接近你们上流社会 这些公子少爷 而是你却对我示茹 反而掌头却开始维护叶琳琳 你究竟叶琳琳唱在哪里 因为我和琳琳是同一个世界的 不管有没有权势和利益 我都会和琳琳在一起的 真是没想到 横门世家的富家大少爷 对感情区别如此真正 刘琳不许 据 fiction 签了他就可好给放过他一条命 逆子لة贝尔家 他似不会放后我们的 别的 再多说一句我就吓了你 你殷三 爸 第1 非儿姐 这是富士集团51%的股份 你要是签了他 就像那一把公司白白送给了一 别这样 跟你答案未必信 这些钱又算得了什么 这些出令人禀道得很细 可是没想到 有一天里面这些少爷小姐 也会落在我手里 不是客不起我吗 代价 回家 不要 生外食物而已 莉莉只让你把话的这些都不算是 你这样 哎 哎 你没事吧我没事 都是你 他让你在这些你傻呀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放开我 智利公已经赢了几十年的贡献 他会对你不利 如果签字能放得很安全 就算是十个负责 我也愿意让开 放开我 干什么 你你你 你告诉我你不要干 结果逼付金绑架 你还要逼付资签字 我不会让你的目的点长 你不要干什么 让人生意 哦 撕碎 反省 啊 你不能这样的 哦 我已经联系了你 叶妮妮症 是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 以后不要再干亏心事 带走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我们赶紧去换这衣服 应该加热 奇怪 这表哥怎么还没来呀 今天工作有那么忙吗 不着急 正好老人家也没来 估计是又看上什么西绪古董了 我们再等他 好 怎么还没来啊 这可以 This is the end I feel i bless myself 不好意思 我们来试了 表哥 你可算来了 老人家还在路上 这位 就是你那个穷鬼女朋友吗 表妹 你给李李珍珍珠点 那不是什么穷鬼 还真珍 我 ripping啊 你这女朋友 這個沒功課還被人甩著下 就這種說自己配上 就是我可聽說了 那個首富千金可是對表哥 你有點意思啊 你怎麼不把這個女人甩 這要是拍上首富千金 那咱們富家可就飛黃東達了 你們一下子全靠父子養 仗著是他的親戚 就對他指指的就你們這個樣子 首富千金憑什麼願意滋入你 你香巴龍你還串上嘴了 真以為逃了父子的歡心 你就能飛上嘴頭變富狗 是 不責 現在就和這個女人非 給我和首富千金來吧 小蘇 李李是我的人 他好心慣了跟那個住手 你們不歡迎你就算 還這麼侮辱他 不覺得自己太過分了 就他 這不一雄二白的模樣 也想來住手 我看就是想來這不是最核的嗎 還打著豬手 就是有些人啊可真空的 不像我 專門裡面給了一份大禮 這個呀 可是我特意在古董店挑選的 要不是夜市集團那塊價值上意的 楊脂白玉我見不到 我還真想把它弄過來 這可是世間絕無僅有的孤僻 一個就價值一百萬 什麼 居然這麼怪 這橙色 這花紋一看就是有世無價的寶貝 老人家喜愛古董 看到你這麼有消息 不知道有多高興 那當然了 我呀好歹我寄 就送你 當然得送拿的出手 不像有些人身份低微還毫無知識 像這種價值一百萬一個的花紋 這種鄉下人估計就背景了不起嗎 就是呢 要不是今天這個宴會啊 恐怕某些人壓根沒見過這麼大的事 請說 你一定是宴會 請說 不要被死 你一定是宴會 你一定是宴會 雖然我 既然我是富家家主 那我希望 你們倆作為富家人可以 而不是在宴會上 怎麼 沒錢沒權還不讓人說呀 找哥你也是 長這麼一個少的檯面的女人 簡直就是有損你 富家家主的形象 裡面身份並非低無一能 我最後警告你 我也欺負她了 啊 哈 怎麼 他不是一個鄉巴佬 難道你想說他是 葉家大小姐嗎啊 他要是葉家大小姐 那我怎麼就是公主啊 你們兩個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明明是奶奶的獸殿 你們卻在這裡對著你 一時陰陽怪氣 有你們這麼做人的嗎 我們陰陽怪氣 明明是你這個女朋友 上次臺面一個窮 也敢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兩位 也不把朋友照顧你 是不是什麼貨色呀 窮鬼也被上桌 明明什麼獸禮都沒準備 才可以 誰說我給我 我準備的事 你們可準備 楊晴 你還真是什麼牛都敢吹啊 你知不知道 夜市集團 只有自己一塊兒養出來 就算是夜市集團最大的合作商 他們也不能親一共 你到底是怎麼做來的 這塊玉 不是我本來 我就知道 這塊玉 是你 因為這塊玉 本來就是 我 嘿 還本來就是你 你真以為自己是夜家大小姐了 夜家大小姐每年經手的那寶物 可是數不上數 就算是那些富豪來了 也都要禮讓三分 你一個連見他一面資格都沒有的人 也敢在這裡吹牛 叫我看 你這塊玉 你就是你的 這沒行 你不僅沒錢還沒教育 老人家過大 你竟然是一塊賈玉 這塊玉 因為他的質地和稀有而出力 價值上 在那些不識貨的人面子 就算他是個真 也會被當作是個假 還價值上義呢 你當我們跟你一樣沒見過世面嗎 叫你這塊賈玉 就算是白送給我 我也不要 我說不死呀 這樣的女朋友 以後我就別帶出來丟人性 老人家過大 就還敢送一塊賈玉 就這種破爛的 根本不會出現在我們眼神 說 這黎黎跟奶奶的一番心意 區區一塊賈玉 今天又不是看著老人家過大事 不好對你們過的事 我走就給你們趕出去 你們吵什麼啊 什麼賈玉 吵什麼啊 什麼賈玉 奶奶 你可算來了 這個呀 是我給你準備的壽禮 你還為我準備了古董花瓶 還這麼有心呀 今天畢竟是您大壽嘛 這區區一百萬的花瓶 還希望你不要嫌棄啦 啊 剛才你們說是賈玉是怎麼回事 啊 我表哥的女朋友 以為自己跟我表哥能成事了 就跑過來耀無揚威的 還送了一塊賈玉呢 您老婆別生氣了 我剛剛倆 把那塊賈玉給摔 啊 這可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極品 羊枝白玉 只有你們才會覺得它是假的 什麼 一塊賈玉而已 你怎麼親自去撿 這這這 沒錯 自己和顏色都沒錯 這就是傳說中的羊枝白玉啊 這世上絕無僅有 真的假的 您不會去看錯了吧 開玩笑 開玩笑 我可是古玩界的行家 這些年我見過的毒董 你吃的飯還不 你竟然還質疑我啊 這個 就是價值 上一羊枝白玉 這怎麼可能嗎 這 這這羊的玉 竟然被你們給砸了 您知不知道 這塊玉 在市中心 可以換十路大別墅呀 不會吧 他就是一個鄉媽老 上哪弄這麼珍貴的玉 你是 你信我看呀 這句就是他偷的 對 沒錯 就是他偷的 窮人的手腳都不乾淨 你們怎麼能隨意誣陷你 你們吃不吃到他的身體 比我們都要高貴的多 你放肆 聽見沒有 說你放肆 我說的是你 哎呀 是我沒有教育好小輩 請葉大小姐 你怎麼會繼續 我 她是 也是幾分親親 沒事的奶奶 一切都完了 我欠得這個手足千斤 奶奶 這件事情呢 本身跟您就沒有什麼關係 再說了 我也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 我因為這點小事 就去打壓副駕 聽見 來 我現在是我的男朋友 說到底 咱們還是一家人呢 嗯 至於他們兩個 總得給他們一點教訓 來人 小姐 那那 玉達小姐 玉達小姐 對 他就是你的孫媳妇 我今天各地要來見你 好好好呀 小慈你可要對葉小姐好好的啊 你放心 我會一輩子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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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一輩子的 我會一輩子的